最近四川成都民众反对彭州PX石化项目的呼声再度高涨 日前传出该专案未经过验收就即将投产 激起民众公愤 有市民在网络上呼吁民众5月4号上街散布示威 成都官方全部戒备 大批警察集结待命 整个城市气氛紧张 有市民表示成都现在风声鹤唳 天府广场警察巡逻人员密布 龙江路附近每10米正有两个巡警 地铁已经封了 部分地段已经断网 还有网友透露 有待命的警察朋友告诉他 武警已经开进去了 为了确保近期内投产 林县警察预备以全天候待命 此外当局还对一批有影响力的围圈人士实施强制旅游 很多访民也被看管 都是被政府的维稳人员控制了 有的被强制旅游一直控制 从昨天晚上就一直控制到现在 据成都市宣传部工作人员透露 成都市的很多领导都集中在公安局 今天他们可能是在公安局那边 在那边做预防措施嘛 做职守嘛 这个部门就是相关领导可能都会去 彭州石化项目已经经历了 汶川和庐山两次大地震 厂房处在地震多发地带上 当地市民除了担心污染 害怕一旦再发生地震 成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新长人记者朱志善金童采访报道